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最近在江苏淮安退休教师谷女士 在社区表演节目的时候 看到两位老奶奶经常相伴来看表演 这俩人啊一个八十一一个一百零一 一问才知道他俩一个是儿媳妇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他坚持要自己亲自照顾自己的瀑布 不得他每天一日三餐 然后帮他洗衣服、洗脚、装衣服、戴帽子、穿鞋子 好天的时候把他踩到外面去晒太阳 几三年如一人也在坚持下去 这种坚然整理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事 非常不容易的 哎呀八十一岁的儿媳妇儿 照顾一百零一岁的婆婆 俩儿家一起快二百岁了吧 但是儿媳妇儿对婆婆还是孝顺有加 照顾得无为不至 真希望啊也像他们一样能够慢慢变老 和谐幸福一辈子